临近春节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就地过年呈大趋势。 激南大学今年总计有4400多个学生申请留校,其中港澳台学生有300多人。 针对留校学生,学校近日专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书法、茶艺、绘画等系列体验课程。 记者在激南大学书法体验课程上看到,30多位留校学生相聚一堂。 跟着老师的讲解赏悉中国古代书法名家、名碑、名帖、名帖以及书法演变历程, 并拿起毛笔书写了一幅幅有着美好寓意的春联。 因为疫情,今年大一的香港学生陆嘉宜选择留校过年。 他认为,在学校过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,这节书法课让他充满期待。 刚才就是老师介绍了那个书法的一些历史,就是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。 因为听到就是书法里面有分很多类别,法也有分方法还有法度,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识吧。 然后这次的接触让我觉得虽然是比较困难,可是也可以就是从前入手。 来自台湾的学生年静瑜小时候曾学习书画,听到学校有书法课程后马上就报了名, 正能在留校期间丰富他的生活。 因为隔离比较麻烦,所以我选择回学校住宿这样子。 然后刚好这学校有安排就是寒假有安排这个活动, 我有兴趣我就参加,然后之前小时候就是有学有关书画这些活动内容, 因为之前就有点极蠢,然后老师又讲得更细一点, 让我有学到很多说获益良多这样子。 同样因为疫情留校的台湾学生叶映成参加书法课堂, 则是想要把字写得更好看。 因为是理科生,只是平时接触这种文科的东西其实机会不太多, 然后今年就是因为疫情嘛,然后来往家乡不太方便。 以前一直就是很想要写春联,就是觉得自如其人嘛, 学完书法写字就会比较好看。 虽然今年过年无法跟家人团聚, 但学生们都表示充分的理解和配合, 今天的作品能让他们跟家人共享年味。 跟家里面就是已经说好了, 然后可能会视频,就是就一起过年。 因为说过年就是要跟家人团圆嘛, 然后因为没办法回去的话, 就只能视讯哦,就适应环境吧,对,适应情况,对。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打过来, 每天都打过来,对,然后分享日常。 今晚写完春联,就是在视频中会给父母看一下今天写的成果。 据介绍,济南大学出台了对留校学生的服务保障措施, 学校将对留校学生发放慰问品, 并视疫情防控条件开展春节团拜等活动, 做好留校学生暖心工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